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身为同志 Ivy为了让两个小孩有父亲 办了假结婚 但是老公不能复光 Ivy的女儿和儿子还小 只想请Tora和海绵宝宝吃饭 那么Ivy的好朋友 想要邀请的来宾有谁呢 在来宾还没来共享晚餐之前 先听听Ivy的故事吧 女同志妈妈Ivy带着两个小孩 住在一个出租公寓的小套房里 Ivy在育幼院工作 每天固定要上大夜班 照顾身心障碍的小朋友 上大夜班 那小孩谁照顾呢 我现在是晚上八点到早上十二点 晚上八点的时候 他们就会到 就是在办公室 跟我在办公室 两个 对 然后差不多九点十点睡觉以后 然后再抱他们到 跟学校的同学 小朋友同情室 然后我才忙我的 我就要去巡视啊 然后要写冰凉啊 早上五岁的女儿坐娃娃车 去幼稚园上学 弟弟的话就是跟我回去 我就会安排啊 他看好吗 看高拉 就趁他看的那个时间 密一下 所以我的睡眠就是 陆陆续续 断断心心 一个人带着两个小孩 还要上大夜班 这样会不会太辛苦了 各种干苦 也许单亲家庭的爸妈 都可以体会吧 少子化的台湾社会 很多家庭都怕养不起小孩 不敢生 Ivy的选择却刚好相反 她的薪水不到三万块 除了房租 女儿的学费之外 Ivy很有计划的存钱 比如说你现在一个月三万块 请你就硬存两千块钱 雖然一家三口每个月伙食费不多 Ivy还是讲究小孩的营养 来看看她如何打理小孩的晚餐吧 和很多妈妈一样 一道菜市场Ivy把握机会 顺便教女儿数数 算钱 认识各种食物 Ivy和两个小孩的小套房 只有三四瓶 虽然有浴室 但是没浴缸 当然也没有厨房 平常都怕如果没有出门来 我就是用你这个 喝那里小电锅 所以你的主要的锅就是那里面 对 粥料 然后不然当个炖汤我家的 然后最简单的面 最简单煮就是那个 吃牧鱼买回来 滚的放下去 然后调味 然后就面先放下去 就搞定 因为这边没有冰箱 冰箱是在楼上的大冰箱 是大家共同的 讲到吃 Ivy蛮自豪自己的手艺 虽然没有厨房不能施展身手 靠着一个迷你电锅 也能变出营养的菜色 这是姐姐最喜欢吃的金银菇 我们两个最爱的 阿嬷 那时候弟弟还不太会讲话 就会跟我讲说 他要吃阿嬷 你洗澡要用领域的 对 我就是用这个 然后把那个连蓬头拔掉 为什么拔的 因为你连蓬头它是散状的 对 然后因为这边太小 会把坑得到处 所以我就把它拔掉 拉开抽屉 弯盘刀叉要什么有什么 阿嬷虽小 却也五脏俱全 妈妈 你好像在半家夹 半家夹酒 是啊 半家夹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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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妈妈 小心 OK 好 谢谢你 妈妈好感动 给你这么讲 手都不痛痛 五岁女儿年纪小 却很细心 一句贴心的话就是支撑Ivy的力量 鲜甜营养的海鲜粥 孩子大口吃的津津有味 也让Ivy心满意足 吃饱饭 Ivy还会教小孩收拾东西 折被子 玩游戏 学英文 其实忙了一天Ivy已经很累了 但是她珍惜着和小孩相处的每个片刻 吃饱饭 每天都 improvements 7 A B C G L G M I K M O P A B C G L G N M EVERY 为什么会成为女同志妈妈 得从她小时候说起 小学阶段 Ivy很爱慕一位林家的大姐姐 我发现她亲吻的时候 就是惊重 然后脸红 心跳 真的 可是那时候不懂 到了高中 Ivy以为自己生病了 因为她发现自己爱的是女人 可是我都不敢讲 我都不敢讲 那时候我以为说我生病 我是不要去看精神科医生 从此 Ivy谈恋爱的对象 都是女人 可是同志生养小孩 不像一星恋那么容易 Ivy为什么动念想要生小孩 就是很喜欢小孩 但是遇到我初恋的时候 就很强烈了 那时候就觉得 那真的就要这么做 人生才会完整 真的感觉是这样 对啊 不然以那时候的年代 你真的就觉得说 你真的真的要终老 感觉真的是要终老医生 那时候感觉是很凄凉 我无疑老人 为了生养小孩 Ivy十年来努力存了将近一百万 三十四岁时 她在日本做手术 将捐精者的精子植入体内生下女儿 三十六岁又用针筒DIY生了儿子 她时常在统治聚会时 分享自己做人成功的经验 这是人工注射 这是自我注射 那时候想说你跟异性 异性说去结婚生小孩 那个我没有办法 或者人家建议说 那你要不要随便找一个 把你自己灌醉 跟人家一夜情跑掉 那个我也没有办法 孩子生下来就要面对 没有爸爸的问题 怎么办呢 Ivy急经思索 向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友 王大哥开口求助 王大哥竟然愿意和Ivy结婚 甚至捐出精子 让Ivy生了老二 反正他就做爸爸的职责 在帮助我的大跪 老爸 老爸呢 老爸 还打得真是时候 他说什么 没有好了 就问他们两个 吃饭了没有 对啊 问我身上钱够不够有 对啊 就很感动 很贴心的一个人 王大哥经常打电话来 虚喊问暖 当Ivy需要有人帮他带孩子时 王大哥会尽量排除工作来帮忙 Ivy假结婚就是为了给小孩合法合理的身份 也可以免去未婚生子给家人带来的困扰 原来Ivy自己的家人始终都不知道她的性向 因为我是军人之女 父女胖部很保守 那你说上未婚生子 这件事情对我妈来讲是很大的境界 我妈的传统到是说 一定要大几节了 二几节了 就是要算数据节 你还不可以兼节 对 所以变成说 我的状况 就是会比较 就是为了要有小孩 为了要有自己的小孩 Ivy选择带着这些秘密 继续向前走 好 Altyazoo 小心 别跑 两个都好棒 Good 走 哪里 好 呼呼 痛 痛 走 唱唱唱 走了 走 拜拜 五年前 當Ivy確定懷孕的時候 她是什麼心情 開心到爆 而且她很激動 就覺得哇 又生命又活了起來這樣 不過剛做新手媽媽的時候 Ivy又一段難熬的日子 姐姐的時候 剛滿第二個月的時候 是最幸福的 因為她很準喔 她從晚上十一點 就可以開始給你哭 然後哭到天亮五六點 我常常帶她去搜集這樣 有意思就是說 可能兩三個月吧 我想到我要崩潰了 我已經每天這樣熬夜 然後哄她 哄到曾經好幾次就是 邊抱邊哄她 我自己邊跟著哭 但是都不會咬 不會 不會咬 因為你這個計劃 已經是從我二十七歲 一直努力去計劃 規劃來的 遊樂自己的Baby 不管多辛苦 因為咬著牙齒撐過去 這樣 Ivy的兩個小孩 都是剖腹產 餵母奶 更辛苦的是兒子早產 母子倆身心受苦不說 龐大的醫藥費 也讓她變賣了一棟房子 七個月初的時候 睡覺 是沒辦法睡的 躺也 就是側躺也不是 然後後來就是 坐著睡 一出來再拖個睡 有以前期 所以那時候我第三天 坐著輪椅去看她的時候 她也是在重症裡 她的臉已經大流流 這樣看著我 那時候她就是不太呼吸了 給我很大的製作就是同家會 Ivy提到的同家會 是一個統治社群 全名是台灣同治家庭權益促進會 那時候台中有一個就是小蛙在扶責 然後她甚至幫我聯絡所有的成員跟義工 就是安排白天兩個晚上兩個 顧姊姊跟我這樣子 然後大哥他是白天 因為他白天來 因為他還有工作 所以他就先離開 所以那段時間 我在醫院時間 就是通常會給我很大的幫助 對啊 就是很感動的一件事情 只是Ivy有沒有想過 要不要和小孩 坦白自己的同志身分呢 有時候大學邀請我去演講 也是會問到 學生會問啊 說那小朋友 你會讓他知道性像嗎 我就說 可能不會 目前不會 那等到他大到一定的年齡 夠成熟度 或者他來問我了 那我也是一樣的方式 我暗示他啊 如果他接受我就講 不接受我就不講啊 對 就是以他的感受為主 我會這樣 只要他接受我就講 他不接受我就打死 就是帶進棺材 也常有人問Ivy 將來小孩可能會遭受不一樣的眼光 Ivy思考過嗎 有對策嗎 我會去預防這樣的狀況 像從我計劃生小孩到現在 我都有在規劃 很多很多的狀況 我都會先規劃好 當然沒有辦法 每一種百分百的都可以想到 Ivy似乎可以預料 孩子將會面臨的挑戰 她努力為小孩做性別教育 大家有讀書館看著說 看來很多會融入多元家庭 很多性別什麼的 Ivy更有信心的是 她相信未來社會的觀念會更開放 多元化的社會會暗示你 因為一定我從小就已經給你很多 多元化的觀念了 對不對 所以相對著你去對這邊的接受度 會比一般的小孩還高 拍攝角組一再提醒Ivy 電視時大眾媒體 節目播出後 家人可能會看到Ivy準備好了嗎 我覺得會鬧得很慢 不可收拾的吧 對啊 不可收拾要怎麼收拾 不可收拾 可能 不可收拾 如果說以他們的觀念來講 以他們的觀念來講的話 老人家都會有兩筒ID 就是說 我只是一時的迷惑 才會喜歡女生 或者是就當作沒有這回事 然後就是 開玩笑 反正老人家可能就會這樣的 然後另外如果比較 一拍兩瞪眼 可能就是 那你切切好了 就這樣 冒著被家人發現的危險 Ivy接受誰來晚餐的拍攝 又是何苦來哉 同志方面 其實在現在台灣人社會 是算很落實的 對 你說你應有的保障 是沒有的 對於性別這個東西 還是認同度 還是非常的低的 甚至會鄙視 對 超級鄙視 會 我今天我會站出來 是要 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大家要更團結 更團結去推動很多 像婚姻合法化 這個世界 因為當你婚姻合法化 你就不需要 什麼人工受慾 什麼自我注射 這些都是 都不要而及的 不要而及了 這樣子 我今天願意出來 就是說 去面對這件事情 也是希望大家能 就是好好的爭取 你們應有的權利 這樣子 為了生小孩 Ivy和自己的媽媽的關係 降到冰點 太客氣了 客氣到你會覺得 你已經把我當 對不起 你已經把我當外人 那種客套 那感覺就是 就是說在我家人生當中 可是這個是目前 我最大的那個客體 跟痛點 晚餐便當的以風信 能化解他們的江湯 可以嗎 兩個小孩漸漸長大 女同志媽媽Ivy 想多賺點錢 讓小孩學才藝 因此她常到朋友的餐廳幫忙 Ivy和餐廳老闆喬薇 非常興奮地聊到 想邀請的神秘嘉賓 那時候想到詹惠妹 因為她是對 她是對 劉漢了 同志友善 OK她都有才參加遊行 然後 那個 梁靖茹 你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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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說劉德華 劉德華 我是不滅的情人 這天傍晚 Ivy特地約了一位女同志媽媽 偷偷加起來 一年零十三天而已 我有 在那個時候真正的低潮 讓我腫瘤有症 我兩個月自殺三十六次 然後 年輕的時候 金小妞並不確定自己的性像 十七歲時就結了婚 你知道這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從我選擇離婚 然後北上的時候 然後接觸到的一些 我剛才是接觸到的同學 接觸到的 朋友 性朋友 我才知道 Oh my God 原來這是正常燈 然後 金小妞比Ivy幸運 因為她的家人 接受她的同志性像 我就直接 我當時都還沒有辦 我就直接回家出櫃 我就直接回家出櫃 然後可是 是爺爺拿來 去支持我的 因為 她認為說你已經結婚了 然後 你也走過了這一段 然後 你做你的選擇 那他們要的自己 就只有一個 一個 真的只有一個最終目的 就只要你快樂 金小妞十二歲的女兒 Apple 又是怎麼看自己的同志媽媽呢 所以有一點不同 因為 以前的原本就是 男女生在一起 不會女生跟女生 男人跟男生 所以會覺得很驚訝 為什麼會女生跟女生 然後後來我媽媽就說 會說 男生一定要跟女生在一起 也可以女生跟女生 所以我就覺得說 那如果那個女生 可以照顧媽媽 好好照顧媽媽 我可以做什麼 好感動 超讚的 超讚的這個女兒 看到朋友很幸福 Ivy也忍不住 說出自己渴望有伴侶的 矛盾心情 然後完全溝通 如果她能接受 我的這些區塊 我自己 部分的這些娃娃小孩 後 其他安排的事件 那我才來進步 再來聊 比較更深入的這樣 真的 所以我不容易 不會啦 妳還在等一個幾天 對啦 真的嗎 好啊 我也很期待 跟我們家Ivy 行歸何處 是 Ivy不只一次提到 女同志媽媽尋找伴侶的困難 尤其因為自己的婚姻關係 更容易讓人覺得複雜而卻步 前一人那時候還講說 那你是真結婚假的 誰知道 曾經過在我們兩個 就是她有一點低潮的時候 她就這樣講 她就有時候 當她負面思想一直來 一直來的時候 她就會開始一直Care 大哥這個存在 還有Care小孩的小孩子 女同志媽媽尋找伴侶的困難 還有另一層因素 有時愛情關係太緊密 女朋友會和小孩爭寵 甚至還有教養方式的爭執 原本工作 後來她受不了 都要等小孩睡了 我們才有獨處的時間 然後還有一次就是對方 就是因為受不了嘛 就罵她 就罵姐姐很兇喔 姐姐就嚇到 我也嚇到 Ivy一直沒有穩定的伴侶關係 就連跟自己的家庭也很疏遠 Ivy有四姐妹 她排行老三 軍人爸爸是好好先生 而媽媽 卻對女兒們管教嚴明 頑皮的Ivy最常挨打 其實我媽媽很注重家庭教育 老人家就是很傳統很保守 是對這種比較不符合 現在社會的那種狀態 就是不OK 而且她老人家是很愛面子的 直到五年前 為了生女兒 Ivy瞞著家人偷偷辦了結婚登記 而媽媽是最後一個知道的人 此後媽媽就一直沒有原諒Ivy 當然你要原諒 只是我媽媽不能諒給的不關書 為什麼沒有講 瞞著 然後就不高興 不高興 定啊 因為這件事情 然後我媽媽就 對我就是生氣 對 她就說我就是我家裡最難搞的 不像女 像以前就是會啊 媽媽就對她回來 然後我媽媽就煮我喜歡吃東西 那樣子 然後 然後 就是開始她對我客氣 所以我說 欸媽媽 我還是跟她說 欸媽媽 等一下等一下 比如說我要拿什麼給她 然後我說 喔好謝謝 那時候我就覺得心裡 就好難過 真的超難過的 然後我就跟我姐講 她說 就是 太客氣了 客氣到妳會覺得 妳已經把我當 對不起 妳已經把我當外人 那種客套 是很難去接受的 但是沒辦法 青年又要到了 我又在害怕 那妳回去 她對妳是客氣 客氣到妳 會受不了 親子關係裡 有這麼多不能講的秘密 艾莉怎麼想呢 現在遺憾就是這一點嘛 就是沒有辦法去 沒有辦法去突破這個問題 可是自己也知道說 不太可能去活 對啊 沒有辦法 就是說在我家人生當中 可是這個就是目前我最 最大的那個課題跟痛點 2010年統治大遊行 在凱達德蘭大道登場 艾莉母子三人也參加了 單身很久的艾莉有沒有機會找到伴侶呢 女同志媽媽艾莉雖然沒有家人的支持 但同志社群裡 倒有很多朋友真心扶持 艾莉和他們一起寫書 到電台接受訪問 到大學演講 努力讓社會 對統治家庭 多一些了解和認同 又可以鼓動 自己小孩子 又可以 formal teaching 出 anxiety 威 here 這杯是妳家兩個嗎 對 是妳家二raf 好漂亮 我88 姊姊 不會混淆不行 是因為她要美女� Esper 好痛 秀�reg 妳叫美女咖 I have 我不會理你 你的支持和你的参与 是我们的世界 2010年10月底 在凯达格兰大道 成千上万的人 为统治权益站出来游行 Ivy带着儿女一起出动 同家会的朋友们 还体贴地帮小朋友 准备了娃娃车 同志多子多孙 同志合法结婚 同志合法结婚 同志合法领养 有参加过吗 有 每年都参加 就觉得说 为社区出一份心力 对 再辛苦都愿意 我的妈妈是同志 我的妈妈是同志 我的妈妈一百分 我的妈妈一百分 游行全程将近十公里 Ivy带着儿女儿一路步行 吸引很多目光 我说我的脚要断掉 请看 我跑 然后后来结果弟弟不做了 就换姐姐做 换我抱弟弟跑 游行直到天色昏黄 Ivy还要参加同家会的 志工会议 进入一边又喜欢一种名誉 她是T妈妈 我是婆妈妈 Ivy口中的T妈妈林珊 有三个小孩 老大已经上高中了 她以自己为例告诉我们 其实女同志的性向 不是只有女性角色的婆 和比较男性化的T 我们那个时代就是铁梯非常铁梯 然后婆子是非常女生 是两个极华 那我自己的角色是比较中性的 其实我病人没有那么的T也没有那么的 非常女孩子 那我觉得我在那里是一个很像外星人 然后找不到归属感 然后才回到一星人到群星 几年前 林珊也从婚姻走出来 三个小孩也都尊重支持她 你先生这个区块 她当然是我有跟她交通过 然后她后来就学了一些尊重的 就分开的 同志家庭全力出镜位 虽然刚刚大家才公开的参加游行 可是真的要近距离的面对镜头 很多人都为难 为什么不能拍 其实我也是不能拍啊 对啊 然后现在就是可能 就是因为这个环境 就是目前台湾的社会环境 还是没有办法开化 所以我们就顾虑到 我们的父母家人的感受 然后现在现场的这些呢 就是同家会的一些编辑人员 公务工 你想要生小孩吗 你 有了 有了想吃 那我就不一定要有 所以就是成分 然后射成 因为女性就是除了是女同志 还有是妈妈 她面临到的问题 其实是真的很复杂 所以这样子 就是大家都在紧报 拍手 谢谢 阿维的朋友小册 爱于公务员身份 不方便面对镜头 有一些同志的内心 很渴望说 可以真的有自己的小孩 就是我不想跟男人上场的话 我是不是没有别的选择 还有其他想生小孩的女同志 跟其他的朋友 Rupi是同家会的创始会长 说自己快成了高龄产妇 目前的话是啦 因为其实我就是不想结婚 我知道有些女同志有可能 譬如说她们可能会跟男同志结婚 然后可能还是各自有各自的伴侣 然后一起合作来生小孩 但是我觉得那个部分 会有一点点麻烦 因为就变成两个家庭的事情了 可是我觉得还是会变复杂 对 所以我想人工生体 还是比较方便的做法 从台中 对 然后我现在是两个小朋友 对啊 这是人工注射 这是自我注射 对 那现在就是很高兴 参加这个会议啊 对 那可能就是待会我有事情 我要先走 想说 希望大家会后成功 谢谢 谢谢 我感情她的力 我现在要感 就是朋友 难得从美国回来 她要想要带小朋友去夜市走走 辛苦奔走了一个下午 Ivy刚刚还在喊腿都断了 现在却急着赶赴一个神秘约会 难道她有新的恋情了 咱们就开开 尽管有一双宝贝儿女 生命更充实 更有努力的目标 Ivy仍然感叹同志寻找伴侣很困难 她从不会言 她爱小孩 但也绝不放弃追求真爱 异性恋或者是同性恋 其实都一样 只是说你同性的生态 可能又更瘫痪一些 就像许多单亲妈妈寻求第二春并不容易 Ivy带着孩子要找到真爱也很困难 可是Ivy从不后悔生了两个小孩 我信心我有时候两个可爱的宝宝 这样很可爱的宝宝 这样 所以就像我在难过 我一直不开心 他们都会给我 会给我秀秀 然后叫我不要难过 不要生气 然后我就说 妈妈你今天会 play啊 给你取随被 你连到的感觉 就不是说 一些 有些人不能认同的问题 然后受到打击不会 我觉得我反而会 我觉得我反而会要更 更经常地去度过 每一个事情的状态 几星期不见 Ivy辞去了工作 更让拍摄小组惊讶的是 Ivy恋爱了 这天晚上她和好朋友聚餐 分享爱情的喜悦 那我到位打给你好吗 OK 真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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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为什么要一直讲电话 对 我们这样就乐心了 我终于知道手机的用处 真的没放转 对啊 乐心 很特意就是 讲四五个小时 怎么开始 谁先开口 在一起 十五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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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天早上 Ivy介绍新女友小易 和我们认识 原来小易和Ivy 以前就认识 当时小易有女朋友 直到这一次再相见 两人都是单身 觉得缘分来了 才在一起半个月 小易的房间已被Ivy 和小孩的照片迅速攻占 在这个社会上 有不少同志为了自我保护 无法曝露身份 几乎很难和圈外朋友 亲土新事建立关系 导致他们一旦陷入恋爱 就更亲密浓烈 原来小易也有一段 异性恋婚姻 儿子已经练高中了 分开是为什么 个性啊 生活上的那些 没办法竟然 关键因素也不是说 因为你喜欢 比较喜欢女生 不是 所以你可以说是双性吗 我这个男生 我也是就是会追求 不是让男生去追求 就是会把她当作女性这样谈 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案例 拍摄小组追问Ivy 到底什么地方吸引了小易 电脚 上进 测试引起 还有呢 三年 她的小孩 又是一个困难 因为可能就有小孩 就要接受她 我觉得蛮好 这些问题我可以去想 面对我们好像考核女婿的问题 小易也都有问必答 预期到未来可能会有什么困难 一定有 可是还不知道是什么 可是到时候再就 熟悉她 因为想着放没有用 就很开心地去做 我觉得当下还是比较重要的 如果是真的想要跟家人 坦白那个 这个状况的话 我觉得就慢慢来吧 对于Ivy的现阶段婚姻关系 小易有什么看法 过前 有名乌石的那个吗 有名乌石 对 我觉得心比较重要吧 那你会想要认识她 那个大哥吗 可以啊 小易也和我们分析了 女同志妈妈 为什么很不容易 找到伴侣的原因 因为T就是站在男性的角色去 处理那种事情 T他会有一个责任 就是要去养对方的孩子 所以压力大 所以他会逃避 我们T有孩子的话 就是我们会有自己的性格 但是他们不需要缺少这个部分 所以他们会接手 对不对 对 有不亲的见证 他会希望婆是一个很单身 只是一个单身的一个孩子 会来得比较轻松 看到小易和Ivy 亲密地走在一起 我们也感染到他们的快乐 嘉宾到访的日子已经敲定 可是Ivy的套房已经退租 小易的家太小 宴客地点始终瞧不定 这顿晚餐要怎么吃呢 今天是来宾到访的日子 今天是来宾到访的日子 女同志妈妈Ivy请客的地点 最后还是同家会的朋友 帮忙巧定的 嗨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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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台中的美术馆附近 是朋友的房间 Ivy准备的菜单有什么特色呢 想准备一份很特别 台湾道地的口味 请来宾品 现在不知道来宾是谁 今天女儿上学 只有小儿子跟着大家 一起迎接嘉宾 其实Ivy怕朋友家很少开火 把能想到的食材都带来了 我调味量都带好了 然后我还带一罐红酒 甚至也带了碗盘筷子 这个菜主要就是蛋 但你一定要爆香 一定要爆香 它那个香气才会出来 然后苦瓜的话 你切完对不对 要泡水 泡水目的是 让它的苦味 不会那么重 今天的神秘嘉宾会是谁呢 让我们来复习一下 金曲天后张慧妹 永远的偶像刘德华 勇闯国际影坛的胡婷婷 香港玉女影星周慧敏 Ivy猜到是谁了吗 不是吴君卢就是周慧妹 为什么会猜 对啊 就 就 就会比较 就会我会先上网搜寻 目前最近 人在台湾的影星 现在来这位 就 小欧 她是 我认识八年的朋友 就 Ivy煮菜时香味肆意 最兴奋的就是狗妈妈和女儿 到处闻闻秀秀 不过厨师只有Ivy一位 时间显然越来越紧迫 希望他们塞车 为什么 因为我还没准备 忙乱和紧张时刻之中 Ivy和小欲抽空换了妆 我们的 我们的第一次的 我们的第一个次的情侣妆 对 那个臭桥棒 我都吃 真香 也是 拿的桥 没有串通 赶快来看一下今天Ivy准备的 拿手好菜 苦瓜咸蛋 太阳白菜 冬须菜炒香肠 炸鸡卷 炒素肠 牛棒排骨汤 彩椒牛棒面 终于准备就绪 来宾已在楼下等了二十分钟了 还好Ivy没有忘记 要送给来宾的礼物 这本帐送给来宾的书 好 我叫费东西 怪费而已 男商人 素材 何利 买字柳村 coming写东西 析定租电话 不是油電话 來 咱蕾 我写通报 吴婷婷是台湾新生代演员 父亲是台中市长胡志强 母亲是名造诣时的演员邵小林 她勇闯国际影团 曾与德国导演合作拍摄电影《暧昧》 饰演女同志 其实我非常非常期待 而且很兴奋 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交朋友 然后我非常享受到别人家里吃饭的那个感觉 可能也跟因为我很多年都不在台湾 很少有吃家常菜的那种感觉 所以其实我很期待 而且希望可以跟接下来的人 好好分享一些东西 酒可以吗 我喝 这好好吃哦 那个咸蛋炒苦瓜 我很爱吃苦瓜 真的吗 我很爱吃这个菜 你看吗 太好了 果然 而且我超爱吃皮蛋 Ivy今天邀了三位陪客 除了小艺之外 坐上嘉宾还有两位好朋友 Fran和小欧 晚了一个下午 儿子累了 Ivy抱着她加入谈话 是否累来就饿 可能又想睡着 而且你们觉得在台湾 会不会很辛苦 你说像同志吗 对啊 那像我的话 我一直都过得非常快乐 都很好 但是我也不能否认说 有一些人他可能 光是困在自己的认同里面 他可能就困了三四十年 都三个小孩了 他才终于觉得说 我还是要走我自己 属于我的路 我会有一个很深刻的感觉 父母能为小孩子 做什么事情 是对小孩子最好 其实我觉得 不是你可以教给他 任何的东西 而是这两个人之间 性别不知道 可是就是 这两个角色的人 他们的关系一定要很好 小孩子在充满爱的 一个环境里长大 他会有某一个程度的安全感 自我认同感 然后这一点会影响到 他所有的一切 在于自己做人生的选择 他敢赌多大把的勇气 一样也是 敢不敢真的追寻自己的梦想 还是觉得还是要寻着 社会上对他的期待 真诚感性的一番话 让正在享受恋爱的Ivy 单刀直入问起胡婷婷的感情状态 那练情呢 练情 我在努力中 促进有目标了吗 没有啦 因为有很 我身边有一些很不错的人 可是我还没有碰到一个 让我觉得 碰了一心动啊 对 因为我是一个 我只要看到 然后机会来 我会奋不顾身跳进去 我会为爱做出这种事情 我很轰烈很疯狂 尤雅你刚刚这样讲的时候 我伴依说跟你一样 你也这样吗 对 我为爱走天涯 我下去跟他住在一起 对啊 那你们先去哪儿 高雄 哦 对 所以今天这个房子是借来的 没有 来来来 静一下 对对对 好 太开心了 要去一杯 为爱而尽 OK 为爱而尽 Ivy忙着照顾儿子 原本就很沉默的小易 则是忙着照顾Ivy母子 几乎只听不说 眼看他俩和小孩的互动 大家的话题 转向生养小孩的辛苦 我非常想要有一个小孩 可是我以前是再早个几年 我是觉得我不结婚 我也不要有小孩 就是我喜欢很自在 很自由 而且我以前是定不下来的 哎 可是我也有这一天 就是有一天 你会比较牵手 胡婷婷甚至提到 自己曾有过的情商 当然我人生中 这两年发生了一些 很大的事 跟很大的转变 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经历过一段感情 它让我心碎 我很感恩 我有经历过一个 这么大的伤痛 然后血淋淋的你 我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走这些路 我也可以很想要有小孩 我也可能很渴望 有一样东西 是给我那个力量 给我回家的时候 安慰我的力量 那你想怎样记得 我不会想生太多 因为我觉得 生太多会很辛苦 就是有些小孩很贵 那我会想生两个 到三个 因为一个我觉得 他永远不会知道 手足的感觉是什么 我觉得他会很急 讲到了手足 家庭 吴婷婷也提到自己 很切身的感受 就是被别人贴标签的经验 就像我之前一开始就讲的 我不喜欢人给人家贴太大的标签 人没有安全感 所以一定要去定义别人 才知道自己的定位在哪里 所以就很喜欢给人家的标签 可是我觉得 你还是人啊 就跟所有别人一样 有别人 所有人有的问题 七情六欲 我最能感受这个是在哪里 每个人都说 你是政治人物家庭的女儿 你们家跟人家家的什么不一样 我爸妈的婚姻不是童话故事 我们家跟所有家都一样 有我们的快乐与悲伤 有我们不愿意跟别人分享 有我们很愿意跟别人分享 有我们很无奈的 有我们很遗憾的 有我们很骄傲的 每个家庭都有啊 Fran这时也提到 自己争取同志权益时 曾经遭到朋友斥责 认为同志们得寸进尺 要求太多 然后也有一些人会说 你们到底在吵什么 要什么 因为常常会有跳出来啊 争取权益啊 就像同家会也是要争取 好 例如说 同志结婚合法 同志可以合法的生养小孩 但是很多人就说 那你既然当了同志 你就不要想这个权益 我们已经给你的很好了 我们没有去排挤你 没有去歧视你就很好了 你还要那么多 可是我觉得 今天不要讲是不是同志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人聚在一起 人性就是很奇妙的 就是我觉得 今天他不打压同志 他会去打压别人 因为这需要时间 有一些人会受影响 慢慢观念会改变 可是整个族群的人 整个人性是没有办法改变 总是会有这种权利关系 当然我们很努力去让别人 更了解我们的时候 然后去争取 了解了之后才可能比较平等 很多东西就是这样 不用太 一定要别人接受我们什么 因为 胡婷婷的见解让大家很有共鸣 纷纷举杯致意 今天谁来晚餐 真心话便当盒的内容很丰富哦 因为里面塞满了三封信 那现在制作单位 交给我一个便当 然后要我打开来 里面有三封信 然后要我念给大家听 首先 胡婷婷帮Ivy念写给爸妈的一封信 Ivy曾经说过 她最痛苦的一件事 就是妈妈因为她没有先告之 就偷偷结婚 而对她疏远冷淡 或许碰触到了 大家内心最脆弱的禁忌 饭桌上一片沉默 胡婷婷又拿出了另外一封信 这是小易写给Ivy的 亲爱的老婆 希望在未来的日子 你我能相互扶持 携手做完这个美好的人生 爱你的老公 最后这封信是Ivy写给小易的 因为小易学佛很久很虔诚 所以有了老佛爷的称呼 给我心爱的老佛爷 谢谢老天爷把我当成礼物送给了你 两人有太多的默契 像同一个答案 连想着对方都一样 希望未来一路有你 我爱你 这时候小易在Ivy的催促下拿出礼物 原来是一对定情戒指 喝掉吧 喝掉吧 希望你呢 事业啊 跟爱情啊 谢谢 还有两得意 谢谢 对对 祝你的小孩啊 祝你们都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每天都过得很开心 谢谢 祝你们 赶快生个小孩 我知道你要了 祝你学业顺利 谢谢 你这个很重要 我觉得跟他们同桌 感受他们的很多经验 跟听他们讲很多自己的想法跟故事 其实我觉得我非常非常的荣幸 那我觉得我很欣赏Ivy的勇气 希望她 我也很为她开心 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与快乐 那我觉得我希望所有今天的观众朋友 都可以 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跟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就是其实刚刚看那个 就是 其实有一点想过的感觉 就觉得 可能自己的一个好朋友 有一个另外一个人这样愿意 两个互相愿意去照顾对方 然后扶持对方 我相信他们两个 那种喜悦那种感觉是存在的 我觉得 傅婷婷讲的一番话 我觉得像一本书 它给人很正面的力量 对 让你 就是会想要依循那种力量而走 对他意思是 刚好我做自己 刚才都是他喜欢吃的 很棒的一个人生经验 对啊 就非常开心 而且因为 说不定因为托宁的 你们的福 我找到我的伴 节目拍摄完不久 Ivy找到了新工作 努力为未来打拼 我们祝福勇敢的她和小孩 一切顺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